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是我老婆 我说的是我家养的小狗 这只把商人我都不许打死 是蓄意谋杀还是无心之事 淡尽蹊跷 记者层层调查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丈夫开车撞妻子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段画面 画面是由监控探头拍摄下来的一次车祸 车祸发生的地点是在浙江宁波 不过这个车祸有它特殊的地方 因为肇事者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居然是夫妻关系 开车的是丈夫 被害者是妻子 既然是夫妻 丈夫为什么会开车撞向妻子 到底在这两口子之间发生了些什么呢 就是这组摄像头拍摄下了车祸的现场 时间是在2010年的6月2日晚上22点33分左右 录像资料显示当时一辆货车停在桥上 车前站了一个人 请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货车突然间启动慢慢往前开 而站在货车前面的人双手推着货车往后退 紧接着货车撞倒了前面的人 并且从他的身上碾压而过 压了人货车并没有停车 而是继续往前开 直到开出20米左右才停了下来 司机从车上下来跑回了事故地点 他先是抱起了躺在地上的伤者 好像是在查看伤者的情况 之后似乎从腰间拿出了手机 再拨打电话 此时过路的行人也纷纷停了下来 两分钟后 司机跑回了赵氏的货车上 发动了车子 把车开到了伤者的身边 在周围人的帮助下 伤者被抬上了车 随后赵氏司机开着车离开了现场 从车祸发生 到伤者被带离现场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经警方调查 赵氏司机名叫张景辉 被撞的是他的妻子 名叫五明英 夫妻俩都是在宁波打工的安徽人 当时我们租进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里在道路上有一块血迹在 造势车已经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去了 在医院被撞的妻子 因伤势严重 不治身亡 这就是赵氏车辆 警方进一步查证 事发时赵氏司机张景辉并没有喝酒 神志很清醒 那么那天晚上 作为丈夫的张景辉 为什么会开车撞妻子呢 当时车是在这个位置发动的 妻子挡在了车的前面 车一直往前开 妻子一直往后退 一直退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明显的斜坡 如果人是后退的下坡的话 会有一个明显的往后仰的感觉 而且当时车上有一吨多的吸管 车在下坡的时候 会有一个自然的加速 更为关键的是 整个过程当中 丈夫并没有踩刹车 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通过现场观察 和对监控录像的分析 有三点疑问 第一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丈夫在车子启动前 正在跟妻子说了什么 也就是说 丈夫是知道妻子在车前的 第二 车子在开动之后 妻子一直是面对着车头 一步步的往后退 但丈夫并没有停车 第三 当车子碾压过妻子之后 丈夫仍然没有立即停车 而是开出去 二十米左右才停下 那么 那天晚上 在车祸发生前 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妻子会挡在车前 丈夫又为何 致妻子的生命与不顾 执意要启动车子往前开呢 在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丈夫张景辉 张景辉和妻子是做水果生意的 平时夫妻俩开着一辆小货车 在小区门口卖水果 二零一零年的六月二日晚上十点多钟 夫妻俩做完生意 开着车准备回家 张景辉说 当晚风很大 而那晚的不幸与风有关 按照张景辉的说法 当时正好碰上了红灯停车 妻子便下车去寄被风吹起的雨布 可是还没等寄好 红灯变绿灯了 于是在妻子还没有上车的情况下 她将车开动了 前面车一走 我后面车也堵住了 后面车不走吗 你后面也堵住 人家不能走 我上你车开就走了 你当时有跟你老婆说吗 说我去前面 没有来得及说 过了红绿灯 又往前开了四百米左右 车在一座桥上停了下来 附近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张景辉关了车灯 在路边停好了车 随后他下了车 我自己一个人慢慢就寄好了 寄好了以后 他还没有来到 大概六分钟后 妻子五明英出现了画面里 他走到车旁边停了下来 此时张景辉正在车的另一边 寄彭步 他就骂我 他说你跑这么快去投胎呀 他说我 我说干嘛 怎么是跑这回 我不在等着你嘛 就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情 妻子抱怨丈夫 没有等他 两人发生了争吵 监控画面中 一位骑车的路人 在经过货车时 不时的回头看 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 当时夫妻俩应该是发生了争吵 而且可能还比较激烈 你骂我 跑这么快去投胎呀 就两个人就为了这句话 你骂我 就我骂你一句 争吵持续了大概三分钟 张景辉从妻子的手中 拿过凳子 放到了驾驶室内 并随手关上了 副驾驶的车门 紧接着 张景辉从车头绕向驾驶室 妻子跟在后面 嘴里还不停的说着什么 当时你心里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之后张景辉上了车 关上了车门 而妻子则站在车的前面 从张景辉在车内不断挥动着手 这个情况来看 夫妻俩争吵 似乎仍然很激烈 我说你走开 你怎么不走上车回家来 我就发火了嘛 张景辉说 妻子执意站在车前 他想开车吓唬妻子 让妻子上车回家 不知怎么回事 妻子就倒在了车轮下面 录像显示 车辆从起步到事故发生 前后不到九秒的时间 之后张景辉报了警 并将妻子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这么多年下来 那毕竟是我老婆 我说的是我家养的小狗 他在这边上人 我都不会去打死 如果张景辉说的是真的 妻子被押 纯粹是场意外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显示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发后的第二天 妻子五名英的哥哥赶到了宁波 五家兄妹四人 五名英是家里唯一的女孩 遭死不幸 家里的人十分悲痛 妻子五名英的家人 并不认可张景辉的说法 他们认为张景辉 就是要故意撞死妻子的 尤其让五家人难以理解的是 张景辉明知妻子就在车前面 还往前开 这分明是故意要撞五名英的 妻子的家人认为 张景辉是故意压死妻子的 而张景辉则坚持认为 自己撞死妻子 只是无心之事 他没有理由要害死妻子 我也不是神经病 我脑袋有病 他就是再不好 我跟他离婚也可以 我何必要撞死他 看看我还有儿子 据了解 张景辉和五名英 是在1996年 经人介绍后结婚的 婚后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 1998年 夫妻俩来到宁波打工 刚开始在菜市场卖蔬菜 后来由于蔬菜生意不好做 就改卖水果 张景辉说 结婚十几年来 夫妻俩从来没有发生过 大的矛盾冲突 他没有理由要置妻子于死地 偶尔发生的小吵小闹 也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为什么样的事情会消炒 因为我父亲 我等八年上半年 不死到 就死到癌 生病了 花了在宁波花了十多万块钱 因为这钱都是我一个人拿 我们兄弟三个嘛 我老婆感觉 我一个人拿 太亏了 我兄弟三个 他们怎么不问事 我说你 我做老大的嘛 他们都没 我老三还在读大学 然后刚结婚 没有能力拿 我说我有钱 我拿过自己的 其实每天都这个钱 他想要心里不舒服 他的女人 嘴巴啰哩啰嗦的 就没问题 这事 如果张景辉 对夫妻感情的描述属实 那么撞死妻子 确实没有理由 在外人的眼里 夫妻俩的关系 真的像张景辉描述的那样吗 我们来到事发前 张景辉夫妇 租住的村子里 希望从邻居那里了解一些 夫妻俩的近况 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 我们住在这边是吧 平时不认识是吧 不认识 我俩不认识 没接触过 没接触过 好 谢谢 平时不认识 关系怎么样 关系 关系还可以 还可以 有见过他们吵架 什么之类的 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觉得这两人怎么样 他老婆还可以 就是那个 他们的老公嘛 他不也说话 关系还可以嘛 都是一块出去 一块进来嘛 每天还好 得说话都好 这过他们吵架吗 没有吵架 从来他们两个没有吵过架 没吵过架 你没见过 没有吵架 说是和和气气的嘛 在邻居们的眼里 夫妻俩的关系还算可以 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 不过夫妻之间的事 外人通常是很难知晓的 那么在五名婴娘家人的心目中 他们夫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夫妻俩感情 因为我妹妹那一向不爱说 不爱讲 种成老实 来到每次到我们母亲那个 到春年 到年就自由回来一趟 也不会没有给我们死相续的沟通 由于张景辉夫妻 常年在外打工 平时很少跟家人接触 即使在过年的时候 五名婴也很少谈起夫妻之间的事情 所以五名婴的家人 并不清楚夫妻俩平时相处的情况 随后 我们又电话联系了张景辉的二弟 希望从夫家人那里 再得到一些信息 你平时跟你哥和你嫂子 平时接触多吗 接触多 接触多是吗 对 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可以的 关系还是比较可以的 我们的母家都在一起 平时两个人会经常吵架吗 这个吵架的事情是不是 就是抬杠的时候 肯定是两点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两个哪有不抬杠的 这个人是想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对 但是没有闹过很大的矛盾是吗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无论是夫妻双方的家人 还是街坊邻居 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张景辉夫妻俩之间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样看来 张景辉似乎确实 没有故意置妻子于死地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 警方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是一个下坡路段 我们对当时路面进行了勘验 确实有一个下坡路段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他们平时的关系 跟平时关系也算还可以 没有大的究竟 那从这几点来判断的话 就是基本上能排除故意的嫌疑 是的 既然夫妻俩没有重大的矛盾 张景辉也不存在撞死妻子的故意 按照张景辉之前的说法 妻子站在车前 他仍然坚持开车 就是为了吓唬妻子了 但另一个疑问是 当妻子被行进中的货车 逼迫倒退倒下来的时候 张景辉为什么没有停车 而是压了过去 并且开除好远呢 妻子家人的质疑 显然是在情理之中的 现在看来如果张景辉不是故意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要么是车辆的制动系统出了问题 要么是张景辉由于慌乱 未能及时刹车 当时被害人士站在了这个地方 车辆在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往后退 在被撞倒之前 他把雨刮气从这个地方掰了下来 我们再来看这 这是车辆的年检合格标志 有效期是到2011年的4月份 而事故发生是在2010年的6月2号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 车辆检验是合格的 事故发生后 我们委托林波市交通技术研究所 对这辆汽车做了解测 解测结果是 该车的制动系 方向系 灯光系 都是正常的 在监控视频中 车子在撞倒五明英后 往前开了大约20米 停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 车的制动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根据交警部门的测算 肇事车从起步到发生事故 平均时速是13公里左右 在撞倒五明英时的时速 不会超过20公里 在这样的一个速度下 如果张景辉能够及时的采取制动措施 悲剧是否能够避免呢 警方找了一辆 跟事故车类似的小货车 做了一个实验 从这里开始 到那边 多少距离啊 丢比去 从这里 到那个地方 好了 我们将车从肇事车起步的地点出发 以正常的起步速度 开到事发地点 再踩刹车 看是否能够把车停住 走 经过实验 我们看到 在撞倒五明英之前 当时张景辉只要踩一脚刹车 是能够避免悲剧发生的 那么当时 张景辉为什么没有刹车呢 张景辉强调 在他开车前进的过程中 他一直以为 只要自己往前开 妻子肯定就会让开 所以他就没有踩刹车 到了下坡的时候 车速突然间自然加快了 等他想踩刹车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然而 对于张景辉的辩解 五明英的家人并不认同 根据张景辉的描述 当时他没有踩刹车 主要是因为 慌乱的情况下不知所措 可是按照常理 司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 踩刹车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为什么张景辉 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呢 你说你正能去学是没学过 这我说实话的 正能把顶没有学过 正能把顶是没有学过 原来张景辉 并没有经过正规的驾校学习 他的驾驶证是假的 这就是张景辉的驾驶证 驾驶证上 除了照片是张景辉的 其他的信息 都和张景辉的身份信息不吻合 刚开始 因为我姐夫在那边开车 就是不会跟他们每天晚上 我们白天做生意晚上 跟我姐夫 他们就跑那个运输的 跟他们在跑 就没事了 人少的时候 就慢慢学学 就是这样 张景辉交代 到宁波之后不久 他跟随一起做生意的老乡 开车去拉货 在拉货的过程中 他慢慢的学会了开车 为了方便 在2004年的时候 他在老家买了一本假的驾驶证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的驾驶培训 张景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手足无措 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不过对于张景辉而言 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自己良心上的谴责 法律上的惩处 还有在安徽老家未成年的儿子 张景辉的儿子 今年14岁已经上中学了 目前跟着张景辉的三弟 住在安徽老家的学校里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中人民大学法宣的韩玉成教授 韩老师围绕着这次的车祸 妻子的家人就认为是丈夫开的车 而且明知妻子在前面 还继续往前开 并且在撞倒了妻子之后 并没有任何制动措施 也没踩刹车 所以妻子的家人觉得 毫无疑问这个行为是故意杀人 其实我很理解被害人家属他们的心情 作为这个案子来说 从形式上看 家属认为你开着车 他在下面 他妻子倒下之后你又不停 又直接压过去 一直出了几十米以后才停下来 所以他们认为你这一定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故意 为什么连刹车都不刹呢 其实在很多案件当中 作为被告人事后的行为完全可以反映出他在行为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 比如在这个案件当中 丈夫发现妻子被汽车压了以后 马上打了120 对 那么对妻子进行抢救 尽管这种行为是徒劳的 是无效的 但是这种行为足以反映出他的心态 这种心态实际表明他不希望妻子死亡 没错 我们从整个案件来看 那么从邻居了解情况看 从对双方家人了解情况来看 以及从被告人自己所供述的情况来看 实际他们夫妻关系虽然有这种吵吵闹闹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看应该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家庭关系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丈夫实际上不可能产生要杀死妻子的故意 所以我们看不出被告人他有杀人故意 从被告人的行为来说 他实际是在夫妻之间发生了口角之后 那么用这种方式来逼迫妻子上车 然后一起回家 这是他的本意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下坡 所以最后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 而这种结果对于被告人来讲 他是否定的 他是不希望它发生的 他也不想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所以被告人 他这种过失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他应该属于一种过失致人死亡罪 而随后检察机关就对张景辉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了公诉 没想到的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 关于张景辉导致妻子死亡这个事件的性质 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变论 2011年3月15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公诉方认为张景辉驾车撞死妻子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不过张景辉的辩护律师却认为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应该按照交通肇事罪来定罪量刑 他违反交通法规 首先他不能停车对吧 他停车了 另外来说呢 你要进到文明驾驶安全驾驶的义务 他没有进到这个义务 变化人觉得 谁从那里面经过 他的危害的人是不特定的 所以说呢 就是交通肇事罪 您这边的意思就觉得 张大陈他妻子 就是不是一种特定的人 而是一种巧合 这种事情要从宏观上来看 因为他在这种场所 他的违发行为是存在的 他造成的后果呢 那就是虽然结果出现了 就是他的妻子 但是其他人如果从那里经过 那么他也有可能违害其他人 对于辩护律师 说张景辉驾车肇事 是针对不特定个人的说法 检察机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本来来讲 在当时 费者协议人或者说是被告人 在实施行为的当时 党在车前的 只有特定的一个人 就是他其人 目前案件还在 医生法院的审理当中 不过犯罪嫌疑人张景辉 必将为自己的鲁莽行为 付出代价 检察院认为张景辉的行为 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是张景辉的辩护律师 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交通肇事罪 您对这个行为的判断 是更支持过失致人死亡罪 还是交通肇事罪 我们综合案件的全部情况来看 我倾向于认定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 因为就整个案件发生情况 它不是在交通运输过程当中 发生的 它是在用汽车来威逼妻子上车 而妻子阻止他开车 是两个人斗气的一种表现 而并不是交通肇事 交通运输和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 一方面为失去的生命而觉得惋惜 而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一定要吸取 这个案件带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在家庭冲突的过程当中 一方一定会有行为 语言 举止 失控的地方 而另外一方 一定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大家千万不要拿生命当赌注 每一个成年人 都有克制自己行为的 很重要的责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韩老赛也跟他讲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这张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